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新年好 首先小黎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今天是我们这边过年的初一 第一天 今天我就来到这个寺庙 我们越南这边有一个习惯 就是过年的我们初一一半 我们会走进去 初一初二 然后走完了 比如是奶奶爷爷的陵墓那边的商巷 那我们会去寺庙 那今天我在这里呢 我也是去寺庙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气氛吧 好 那我们出发了 那到里面人多的 那我就要戴口罩了 新年好 那我们出发吧 今天我到这个寺庙去拜年吧 那这边呢是 在一个这个比较新的一个寺庙 而且也是很大 我也是第一次来 我看现在已经是早上十一点左右了 也不算特别早 人还是蛮多的 大家可以看 这里有一个车卖咖啡 一会我们回来也买一杯吧 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都是穿着新衣服出门 初一一定要去寺庙 我们要上巷 希望这一年 可以平平安安的 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现在我们是清新寺庙门口这里 虽然是疫情还是蛮严重的 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一样要出门 怪不得在城里面的人很少 基本都是关门的 快到寺庙门口了 这个寺庙还是蛮大的 门口前面有一些人也卖东西 超级的热闹 气氛还是浓浓的 我喜欢 我还以为是今年 因为疫情的话呢 就没什么过年的气氛 但是来到这里了 我才发现 还是蛮热闹的 这个寺庙还是蛮大的 就是从我住的地方 那边的 可以看到这个寺庙 但是我第一次来 小姑娘卖 玩具啊 他们卖鸟就我们可以放生 那一小龙是30万越南盾 那一小龙是没有 因为是大青 但就差点 这一小龙是 这小龙是 那我没有 我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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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这个门进去啊 这个是假黄金的 看他们啊 哇 看人多 他们买假黄金因为想今年可以多有 就可以多赚钱的概念 他们在这里卖一些叶子就是 明朗的叶子 这个 玫花 黄玫花 这个桃 我们先往这边上巷 到这边来给大家看人家在巷 这个寺庙人超多 去年的时候我也去另一个寺庙 也给大家拍一个拍过的视频 我们先往里面看人家在巷 这个是 这个是 就是你想给多少钱多少钱 然后你拿一个 拿一条的 然后写上你想要的 然后写上你想要的 看人家OLD 那还有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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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往里面这里呢 也有吃素的 那吃素的不是人家卖 但是你想吃的 你可以给一点钱 没有规定多少钱 我觉得这个很特别 因为我们这边的很多人 就是初一十五 可以吃的 免费的 你不给钱也可以的 我们往下面看一下 小河山 这个是 我喜欢 我喜欢 看一下今年 怎么样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别人都在 放一下青年 但是我们是要排队 哇人好多 一会吧 等一下 然后我往下面给大家看一下 不知道今天录音大家听不听清楚 可能明天出门要搭那个录音器了 我今天会给大家看 我会看到 这个是 我们已经不听的 我们的发型 有一点 我也不听会 一些 我 还可以 看到 因为人太多了的话 那我们先让别人就上乡吧 越南现在还是很多人喜欢商巷 这个是叫什么 越南语叫入鬼 全部都是不用钱 只是谁信你 你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好多 去年我去另外一个寺庙都拿不到 今年我觉得他们 这里好多地方可以拿 好那我们再往外面看 但是到里面 这个寺庙有一点好 就是连那个箱你也不用买 全部都是免费的 只是你想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建港这边有一个叫林英寺也是挺有名 但是我觉得今年人家会走这个寺庙比较多一点吧 你们那边的过年有没有气氛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这个是越南北部那边的 比较多 我们越南南部就用这个花 今天的大家都想出门 我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大家那边过年的气氛给我啊 大家今年来到寺庙都想找一个号 一定 有这个 对 我刚到那边的就拜了一下 然后就拿到时候 现在我就去这边找时候看一下 是什么一达五辈子 那一达五辈子 我终于拿到了十号 然后我们看一下十号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我回家的时候再跟大家分享吧 现在在这里又吵人又多 好希望这个是好的一个分享 我们先往进去里面看一下这个寺庙啊 这个叫台山寺庙 也还是蛮大的 越南这里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信仆的 所以呢 他们很喜欢去寺庙 门馆这边去看一下 初一的话呢 越南女生他们比较喜欢穿越南国服的敖养 就去寺庙拍照也好啊 卖年也好 满满的气氛 啊这边好像是寺庙还没完成 哦这边风比较大 刚才我进去的那一块已经是完成了 这边还没完成 所以呢这边人比较少 主要是来这边呢 上香求平啊 希望这一年的生活就平平安安 和快乐乐的 哇还是蛮大的 这个市面还是蛮大的 然后来这边也是拍照 福 越南寺庙很多都有写中文 到时候我再做一期视频 给大家介绍为什么在越南的寺庙 大部分的我们都会看到中文 这个寺庙现在还没完成 所以呢前面这里呢 我们会看到一些工程 还没完工的 我们可以往里面进去看一下 一条龙很大的 很多地方可以拍照 这个就是寺庙的门口前面 我会给大家看越南人穿二代 很苗条 这个就是图书馆呢 我们先往上面去看看 这个地方 先一层一层要看清楚 这个寺庙 这个寺庙 我估计以后也会开放旅游 游客也可以来 好漂亮啊 这一条龙 那边就是新港的新开去的 这条龙是黄色的 好好楼顶在上面 我们去西州上去吧 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去玩 去拍 所以大家只能看到风景 而很少有我出现 到上面 哇 好凉快啊 到这里我就想起一个泰国的寺庙 前几年有去泰国玩 就有一个寺庙 也是在顶上这样的 哇 还是挺漂亮啊 我觉得 很有特色的一个寺庙 在这里 还没完工 所以就暂时不能进去里面 还是可以 我们去看看 来到寺庙就有就感觉心是很安心的一种 我有没有跟大家讲过就是我曾经在我小时候就很想就做和尚 然后不管家里就是反对很多 但是我也决定了 然后我就找到一个在孙化那边的一个寺庙 但是去了那边差不多有一个月 什么都可以介绍就是太想家了 那个时候才十岁左右吧 然后就放弃了回家 这个也是很大的原因让我跟福切除的 在这边可以看到全景这个地方 大家都来这边拍照主要是 现在可以说明年你们来越南的新港可以到这个寺庙参观如果大家喜欢的 哦寺庙背后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景点五行山所以说这个寺庙的风水 嗯 还是有很多故事可以讲的 那有机会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我也可以了解一下然后就跟大家分享吧 我往后面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后面的风景啊 好我找到一个地方各位 这样拍下面的很漂亮啊我给大家看看啊 哇那边就是门口哈 然后我刚才也在这边路过了 这几天呢在我们越南这里的寺庙呢每天都是这样热闹的 如果是没有这个疫情呢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地方可以停车 我们再次看一下全景的这个寺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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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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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 希望我们每一天过得开开心心 平平安安过日子就可以了 有身体有健康的话 想做什么都可以做的 那今天的视频小离也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喜欢小离的视频 小离的视频大家可以帮小离点赞分享 没有订阅的朋友可以帮小离订阅一下 我们会在下一期间 拜拜 新年快乐